兄弟们,前两天我们讲了那个东北小伙五金龙 昨天有个大姐说能不能再聊聊她那个女朋友李晴的日常生活 既然有要求,那我们就尽量满足 Hello,大家好,我还是那个跑国家公卖过义,吞过铁球裂过气 火车道上压过腿,厕所后边喝过水的小龙 李晴,东北姑娘,今年32岁,离婚三年,带着一个六岁的儿子 现实工作好像说是一个婚礼主持 看照片确实有气质 她视频的主要内容和那个五金龙的差不多 每天也都是在合租房的爱恨情仇 以及什么前夫,离婚,复婚等一系列的爆款话题 从今年的六月份才开始更新 迅速的在今日头条火了起来 首先我们看一下她在西国视频的数据 目前一共发布了104条视频,拥有粉丝5.6万 同样账号到目前还没有认证 简介里写到是一个职业的婚礼主持人 接下来大家再看一张截图 这条数据是我随机出去了她10条视频 所有的播放量加在一起等于177万 然后我们拿177万除以10 大概应得出她单条视频的平均播放量 大概在17万左右 大家都知道她的视频不是很长 但是她的播放评论点赞各样数据都挺好 我们就按照平台最低差不多1万播放30来给她推算 然后我们拿她单条视频17.7万的播放 乘以她万次播放单价的30元 大概应得出她单条视频的收益 大概在530元左右 接下来就是更新数量了 这个姑娘更新还是挺稳定的 每天一条一个月大概更新在30条左右 所以我们拿531乘以30就能得出她拍短视频一个月的税前收益 大概是1万5左右 然后再扣掉20%的税还能剩下1万2左右 最后我们再拿这个1万2乘以12个月 就能得出她在今日头条西瓜视频 发布短视频一年的税后存收入 大概是15万多一点 兄弟们在这里强调一下 这个15万只是我们按照这个账号目前的状态推算出来的 可能不准确 再那就是视频播放收入加上直播收入 目前来讲李晴这个5万多粉丝的账号 一个月变现几万块钱应该是没问题 好多兄弟们都说他们是剧本 但是目前来讲不管是不是本 他们确实火了也挣到钱了 还是那句老话喜欢就给他们点赞 不喜欢直接滑走就行了 网络世界别太较之 最后就他们无论是感情还是事业 都越来越好吧 这个社会都不容易 好的兄弟们我是小龙 下期视频如果想看哪一个网红大V的收入 请把他的名字打在视频的评论区 关注我一起学习 互相交流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下期视频 下期视频